大家好,我是Yona 今天我們來到梅田 帶大家一起走天神橋商店街 這個商店街是日本第一場商店街 這裡有所有你可以想到 日本有的東西,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商店 所有商店在這裡都有開的 它全場是有2.6km 就橫跨幾個車站 今天這麼巧也要來這裡買東西 大家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相信也是不少第一次看我的頻道的朋友 我的頻道就會介紹我在日本留學的日常 旅行觀光一些資訊 還有一些美妝知識也有 我的IG也會分享很多我在日本的日常 大家也可以追蹤 在日本留學的日常 進去這裡有一個大阪生活的金色館 都是要付錢的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有月綠壽司 麵包店 麵包店 還有這間很便宜的大國藥妝 手順的店當然都有 這間是 這間是 橋文面的連鎖 可以看到 他們的價錢是 超級便宜的 有這間 有超級便宜的 這間 梳果店 他們的價錢真的是 難以自信 很便宜的 這間是賣 沖燒 應該叫做沖燒 每一間 兩間 三間 可以 可以 拿一切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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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份的茶 這裏是一些粉類 黃豆粉 黑豆黃豆粉都有 現在呢 化妝品 保養品那些都非常之便宜 一支這樣的唇油是50日圓 難以自信 這支鞋竟然是100日圓 這裏是全日本最便宜的服裝店 所以經過大家也可以逛逛 現在已經逛到天門站了 這裏天門有個位一定要打卡 所以現在就帶大家去 這裏很多餐廳都是 大家都是站在這裏吃的 整條街都是居首屋 這裏就是天門市場 地下一樓呢 就是很多的 好像街市那樣 這間就是 食物 這裏地下就是 蔬果 還有一間業務超市 這裏就是業務超市 很多東西都很大份 這裏是你可以想到的東西 它全部都有 零食都很划算 全部都是100日圓 這些呢 特別適合做手信 都是非常之划算 這個 蜂蜜蛋糕 還有年輪蛋糕 這裏就是 剛才天門市場 右邊是天門市場 這裏後面就是 這條打卡熱點 這裏就叫做 超市多一點 大家在天門市場 走四分鐘 就可以到的了 相信呢 晚上來會更加美 我現在走 走來得太早 這裏就是肉口的樣子 這裏有一間呢 叫做 Yoshiya 這裏有零食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都是便宜過100日圓 這裏是78日圓均一 還有很多的糖 這裏的代果子呢 就是 30日圓左右 這裏都很可愛 有很多的公仔 還有呢 幫小朋友買一下 和服啊 都還在做特價的 這裏肉出超市呢 是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套餐 有一個 短裙 竟然可以10日圓 前面有這間 靈門雕屍的半坡 都是非常之出名的雕魚燒 來到這一條的商店街 這裏的裝飾 是更加美 更加有特色 這麼值得走的商店街 這裏都是 比較多當地的日本人 還有都有 不少的台灣遊客 來到這裏呢 他又換了一個鳥居 叫做淺蔥 好 現在又要過一個馬路 在這裏 下一條的商店街 我已經開始 累了 這裏呢 是天滿宮站 附近呢 有一個比較出名的天滿宮 大家對神社有興趣 都可以去逛逛 轉左呢 前面就是大阪天滿宮 天滿宮裡面呢 就是這樣的了 都比較闊落的 天滿宮 應該是賺到箱 有些價格不及的 這個天滿宮呢 整個地方都比較小 大家可以在前面那個鳥居那裡拍照的 好看 終於 終於 大家走到最後 它上面有寫 日本最 長的商店街 也是叫 鳥參島 跟東京那個一樣 天滿宮 非常多 一 civilization 我們下山 好了 請記得